4月21日,作为今年全球首个A级车展的2023上海车展 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如火如荼地举行 记者发现,智能化成为本届上海车展的新主题 不仅车企热衷发布智能化战略和产品 不少科技企业也带来了面向汽车的智能技术 手机、芯片、雷达等企业从车展的配角逐渐升格为主角 在华为展台,诸多华为细心车亮相引起了不少观众关注 展台最具热度的问界M5支架版装配上了最新的ADS2.0版本 可以更精确地识别道路,实现智能汽车自动驳车,点对点领航 音响系统、中复名、车车系统以及我们的车机 自动驾驶的一个控制器以及外面你可以看到的这种传感器的车 那么后面会跟像齐瑞、江淮、北汽、长安都会有非常深度的合作 中国移动展示了在智能网联、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等领域的核心优势和重要成果 其推出的人车家信息娱乐共享产品可以满足车企内容服务上车 车主流量蓄费服务以及车载权益订购 中国移动上海产业研究院副总经理黄刚表示 中国移动将努力把5G这张网做得更好 为消费者带来更多优质服务 我们也在积极推进5G加北斗的高精度的定位 为车辆的高级的自动驾驶来提供更好的定位 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全国范围之内厘米级的定位 能够更好的为车辆服务 中国汽车行业正在从电动化到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 今年首次亮相上海车展的上海智能驾驶芯片企业 灰熙智能创始人兼CEO徐宁已表示 此次企业带来的车端智能驾驶芯片和计算平台 受到了诸多厂商的关注 他相信未来前来参加车展的科技企业只会越来越多 车企其实对于智能化其实也是有很强的这种诉求 我相信在未来这个车企或者车展上 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高科技或者智能化的公司出现 跟车企一起把这个智能化的价值带给用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